SOKO 日語小教室 2 你生病了嗎? 肥仔在上次學完水果名之後 當然趕快買來吃 唉 可能吃太多了 他吃了 嚇死我了 Rion 你在找什麼 這次有錢了吧 錢的事 你還好意思說 有了 這次 但我正在犯另一個問題 拿著這張文章 不知道是否在找什麼好 真是知道我自己莫屬學生 我現在在找藥 你知道日本商店分類分得這麼仔細 不任由你 交給我局勢 是 藥的日文叫做 Kusuri 那本字的寫法都是雙字 你為什麼不跟我走? Kus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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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我正在找感冒藥 感冒呢 日文叫做 Kaze Kaze 感冒藥呢 Kaze gusu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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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cker Hana… kaze gusuri Hayar… Gusuri Hanamitsu Hanamisu 說了那麼久 這些通通都不是肥仔不舒服的原因 這理由買藥 是因為吃了太多水果 弄得胃痛 胃痛的日文就是 而其他和肚有关的不舒服呢 例如 肚痛的日文就是 腹痛的日文就是 再厉重点 咬的日文就是 肥仔要找的东西就找到了 但他又发现了另一件不尋常的事 这么热的月灯太郎 它发烧吗? 有热度吗? 有热度是 发烧吗? 发烧是美食 有热度 你还要买东西给他吃吗? 不用了 他很热气的 不用买东西 你按一下这里 Fishball 挺好玩的 马上退彩了 Fishball 大家注意身体健康 就等我们来重温一下 今天学过的生日吧 药的日文叫做 Kusuri 感冒呢 叫做 Kaze 感冒药呢 就是 Kaze Gusuri 鼻塞的日文叫做 Hana Zumari 鼻水 就叫做 Hana Mizu 胃痛就是 Itsu 肚痛就是 Fukutsu 肚痒呢 就是 Geri 咬的日文就是 Hakku 这么容易给月灯头 发烧啊 就是 Netsu Hakku 这么快 肥塞的日本之旅 也接近尾声了 到底 在旅程的最后 又有什么在等她呢? Hak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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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kku